一路翻山越岭毫不容易等到天气晴朗紧急出动食源 要将受困山区的民众安全送到红人国中降落 一等到黑鹰降落救护人员推着担架赶紧将患者推上车 因为受困山区的民众当中不只有一位孕妇 还有慢性病的患者因为露塌导致无法及时治疗病情 每况愈下 三人小心翼翼和立江还在发烧 并且有中风病时的马性男子抬向担架 这群受困山区的慢性病患者已经好几天没有及时就医治疗 身体情况相当虚弱 避免病患继续受困山中恐怕会危机到性命 救护人员不敢大意第一时间火速将人送一救治 还得靠旁人搀扶才能走下车进入医院 洗身患者受困山中长达两天一夜 这是中央一共派出六架黑鹰直升机及时持员 向中央区空投物资同时也将四十九名灾民顺利救出 现让徐淑华到场指挥救援行动 就连台中特搜队也派遣人力跟搜救犬协助 南投灾区 是出现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八十五八十九八十三 这三线如果抢偷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再进到户落里头 去把部落的中断的道路跟跟相关的这些的电力跟电信的设备 能够把它回复 趁着豪天气相关单位紧锣密鼓执行服务员工作 攀文能够在最短时间将南投灾区尽快重回其日容貌 继续文明在抽屏水明药台的报道